彤彤 我决定了要跟你爸爸尽快抚婚 妈 我在你旁边 你管口头支持可不行 你也看到了 你爸爸现在看你们 跟看一眼鬼似的 根本没有办法交流 关键你们俩这误会太深了 谁没点过去啊 我现在不是改了吗 再说了我这么做为什么 还不是让他能关注我 可他连正眼都不瞧我呀 灵魂等妈妈现在 只能靠你了啊 放心 妈妈 包在我身上 有点想法吗 当然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等我了 母女俩在房间商量事 说是商量点美国的事 什么美国的事 那谁知道啊 也许要商量 总统大选投票给谁吧 妈 要我说呀 咱们直接摊牌吧 摊牌 会不会太直接了 不是日子 知道呀 走 你比我还急呀 回来了 爸 那个 快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去面 特别重要的事啊 你 你妈要回美国了 那这样我们明天去送你 我 我现在就去拿行李 我没说要回去啊 那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那我就直说了啊 我最近在家里觉得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很温馨 也很幸福 我想要不然我就跟红星复婚得了 你说 你说什么呀 我说我跟张红星复婚呢 妈 你先别着急 下次吧 妈妈 你打住吧 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现在是看不上我 但你想想啊 这复婚可不是咱俩的事啊 可是咱们一家的事 起码得为妈和彤彤考虑考虑 难道你不想给他们一个幸福 温暖又完整的家吗 陈晓菱啊 如果我没记错 你当初离婚也说为了彤彤 你作为一个母亲 自己有事老退给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妈 彤彤 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你怎么看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好 我的意见就是 你应该给妈妈一个信用 你们俩还可以重头再来呀 您也不晓了 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重头再来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两个大人要在一块儿 可能会有三种原因 一 一他们有感情 第二 他们经济上互相依赖 第三 他们对彼此 有责任跟义务 我跟你妈离婚那么多年 不管在任何方面 我们都已经没有交集 我特别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唯独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张鸿兴 你知不知道你说这话 有可能会让你暴汗终身 你还想像伤害江老师 要去伤害另一个女人吗 妈妈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 童童啊 童童 那个 你爸今天够累的啊 先不说这些事了 先去休息 啊 我又说了这招肯定不行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实话呀 什么实话呀 你别装了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爸爸你得癌症的事情啊 癌症 你那个体检报告我已经看见了 你那个什么 AEC指标怎么超高那么高啊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你到底拼得有多严重啊 童童 妈妈确实得了癌症 是肺癌 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一两年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美国治疗啊 与其碌碌无为的多活几年 还不如 为了找新曾经的美好 比如说我跟你爸爸 我知道了 你是想救赎自己 拯救自己和爸爸的爱情 是 妈妈曾经年少轻狂 狂妄自大 做了很多的错事 我知道现在跟你爸爸很难挽回了 但我总想去 去试试 请妈让自己少一些遗憾啊 我这就是高端 这让你可千万不能让你爸我和奶奶知道啊 为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接受我 是因为同情我 我也希望跟你爸爸之间是因为 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 你明白吗 我会听你道秘的 我会听你道秘的 妈 你喝不喝水 我去给你拿 我很快就回了 这事让他们知道我就完了 这事让他们知道我就完了 陆总 来 再来 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温莉莉 TAG的CEO 陆铭 你是代理的 我妹妹啊 特别地低调 马上就转正了 这位是陆铭 华盛公司的老总 我们坐这儿说吧 来 坐 坐 我跟你们说啊 给你们两个介绍 我真的是千挑万选的 你看 条件合适 最重要的是 业务还对口 这以后结婚了哈 开个夫妻店 夫唱 夫随 小两口一起打江山 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幸幸福福多好呀 学姐 你看你说的 说早了哈 留个微信吧 扫一扫 来 扫一扫 可 可以吗 我没意见啊 来来来 可惜啊 胸膛 关节 扫一扫 契 Foundation 再见 二扫 我 你们 好了吗 来